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真爱在我家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 天生传播协会和佳音广播电台联合为您制作的 我们同时在罗东的Love RadioFM90.3 从5.05分到6点播出相同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在过去几周的节目中 我们都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教育专家叫做Dorothy Lord 陶勒斯诺特博士 她是毕生贡献于家庭教育 有三个孩子八个孙子六个真孙 一个真真孙 她在南加州 美国的南加州当地的报纸撰写 创意家庭生活专栏 所以在1954年她写下了一个孩子在生活中学习的小诗 Children learn what they live 所以这些年来 60年来被各界的 或者网路上 或者家长或者老师都当做一个训练的教材 所以过去在节目中 我们已经分享了 Dorothy Nord 她在这首小诗 Children learn what they live 我们曾经分享了前面三句 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的节目 应该还记得 第一句是在批评中长大的孩子容易学会责难 第二个在敌意中长大的孩子容易学会争斗 第三个在恐惧中长大的孩子容易学会忧虑 这是前面三周我们曾经分享的题目 今天我们要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 Dorothy Nord 她第四句的小诗里面的第四句 就是在怜悯中长大的孩子容易学会自怜 在怜悯中长大的孩子容易学会自怜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或面对难处的遭遇的当中 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种自怜的心态 从我们里面出去 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是活在自怜中的时候 你是一事无成的 你永远没有办法抬起头来 来面对你该面对的事情 你没办法勇敢的刚强张力去fight back 就是我不要活在自怜中 我要怎么站起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最近我在辅导一个年轻的一个男生 那他最近在婚姻中触交了 因为长期在国外工作 那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他跟他妻子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疏离 所以他落入非常大的沮丧跟自怜中 他一直觉得我这么辛苦在国外工作赚钱 然后让我的妻子无忧无虑 小孩可以过得很快乐的日子 为什么我回来的时候 我的妻子居然对我那么冷漠 那甚至他感觉到 这个妻子根本是在利用他做摇钱术 因为他回来 妻子对他非常的冷漠 但是会跟他要求 你给我钱 我要去健身房练身体 然后你给我钱 我要跟我的家人出国旅游 这个弟兄一直觉得他是被利用的 说我这么认真的在对待这个家庭 为什么回来的时候 你是利用我所赚的钱来满足你自己的需要 所以他一直活在很深的自怜当中 那几乎每隔一天两天 他就会传一个卷信给我说 这个日子我要过到的是什么时候 我为什么这么辛苦 为什么这么可怜 我这么忙碌是在做什么 他活在一个很深的自怜中 那我就 当然我聆听了 聆听我也鼓励他说 你转换一个眼光 你转换一个眼光 如果你一直活在自怜中 你永远没办法站起来 来面对你的婚姻 面对你的家庭 面对你的妻子 面对你的小孩 你第一个要解决问题 先要从自怜中站起来 然后你才有一个清晰的头脑 知道我怎么来解决我当前婚姻的状况 而不是一直说在那里 觉得自己好可怜 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 一个自怜的父母亲 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 也成为一个自怜的人 所以过度的怜悯 我们的孩子呢 不帮助他解决问题 其实他就是会活在 那个挫败跟自怜当中 我们进一段音乐 我们今天就进到 Doris Nort 第四句话 就是在怜悯中长大的孩子 容易学会自怜 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Doris N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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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家Love in Family 我是金培文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谈Dorothy Nort 她的那首小诗 就是孩子在生活中学习的小诗里面 第四句话 在怜悯中长大的孩子 荣誉学会自怜 当我们进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先想要请问一下 听众朋友 你是一个会自怜的人吗 我们都经历过人生的苦痛哀伤 难过是一个正常的事 也是一个健康的情绪 不过如果我们一直沉浸在哀伤跟不幸中 你知道等于是自己走上智慧的道路 所以我们在讲到 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 不让孩子活在自怜中呢 我们自己做父母的 你先要评估一下 你自己是一个自怜的人吗 下面有几种情况 你可以评估一下 你是这样的人吗 你觉得你遇到的问题 比别人严重吗 即使不是运气不好 你也觉得自己和好运是绝缘体 总是好运为什么领不到你 然后你觉得你遇到的问题 总是比别人多吗 为什么这么倒霉 你很确定别人都不懂 你的日子有多苦 这是一个自怜的现象 你有时候刻意不参加休闲 或者社交活动 只是为了待在家里面 思考你的问题 你不愿意去走路人群当中 那你是不是比较可能 告诉别人你遇到了什么麻烦 而不是告诉别人顺遂的事 你总是告诉别人 都是你的负面的遭遇 你负面的想法 你是不是常常会抱怨 人生太不公平了 有的时候你找不到值得感恩的事情 你觉得感恩的事情是领不到你的 你觉得别人的生活都比你过得好 只有你过得非常的辛苦 爱怨 你甚至有时候怀疑整个世界都跟你作对 好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个 你是不是有这些上面一些状况呢 自怜自爱 不仅会消耗你的心神 最后更可能会改变你的思想和行为 其实你要拿回你的主控权 那即使外在的环境无法改变 你还是可以改变你的心态的 就像我勉励刚才我提到的这位弟兄 这位年轻的这位座丈夫的 如果他一直还在活在那个自怜的当中 他是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态的 他一直觉得他的妻子对不起他 他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那同时这样自怜自哀的状况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儿女在周围看到我们是一个 常常自怜自哀的时候 他们也会自然就会学你的样子 自怜绝对不是通往成功的途径 如果我们怜悯孩子或者怜悯我们自己 就等于在告诉孩子怜悯自己是对的事 自怜不会让人学会积极主动 不会让人变得很有毅力或者热情 相反的自怜只会让人失去活力 让别人觉得你看起来特别无助和无能罢了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聪明 能够逐致多谋 发现自己内在的能力 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向别人求助 若是我们想要成为好榜样 那我们就必须以身作折的脱离我们的自怜 或许我们不完美 我也不能无时无刻都是标准的模范 但是我只要尽量的做到 我的孩子就会学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找到自己解决的方法跟内在的力量 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到我们自己内在的力量 迎头面对未来将出现的挑战 我们也信任我们的孩子 相信他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成功的克服各样的障碍 所以停止我们的自怜 也停止我们对孩子的怜悯 有时候孩子遇到一些难受 我们会怜悯他 很可怜他 然后我们想要帮助他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永远他学不会自己解决问题的 他永远都活在自怜中 遇到困难就说在一边就喊救命 爸爸救我 妈妈救我 但是他永远学不会自己站起来 一个会自怜的人呢 他的座优名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不被重视 别人都看不起我 都没有人注意到我 每个人都会有自怜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说 为什么是我呢 我们常常会这样问自己 我们觉得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 却没有人了解 好像没有办法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过日子 如果我们一直习惯自怜 从偶尔觉得忧郁 就变成总是感到绝望 我们的视野 我们的眼光就会越来越狭隘 只看得到证明自己很可怜的事情 却看不到 其实你有很多值得感恩的地方 所以这种想法会导致负面的循环 让你的生活充满了自怜 充满了绝望 好像人生一点亮光都没有了 所以若是你一个 现在自怜中的家庭主妇 或者是妈妈 你真的照顾孩子非常的辛苦 还要照顾全家人的三餐 好像又得不到先生的赏赐 先生回来会嫌 小孩没照顾好 家里怎么那么乱等等 我建议你 当你发现自己陷入自怜的状况 我们先停止思考自己自身的问题 试着做点别的事 任何事都可以 可能出去骑骑小大车 路边的优败的 骑一骑在街道上 就是消耗一下你的体力 或者去附近去散散步 想象你自己在去一个什么地方去旅行 你最喜欢的地方去旅行 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 你就会把你自己 思考自己的自身的那个问题 就会转移了 不会一直陷在那个自怜的当中 曾经有一些 特别是做全职妈妈的 真的非常的辛苦 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很多的自怜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 忙了一天照顾孩子 那么先生回来还嫌这个嫌那个 我记得我以前做全职妈妈的时候 常常也活在自怜 跟那个 就是很愤怒的当中 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觉得我忙了一天 从一早起来 照顾先生去上班 为他预备便当 照顾孩子的早餐 然后好不容易全家都搞定了 然后我就要开始去买菜 要拖地板 那时候孩子在地上爬 我必须一天要拖好几次地板 甚至是跪在地上插 很累 然后有的时候 好不容易搞了孩子睡觉了 那么我也躺一下 没想到小孩偏偏睡得不深 一会就醒来了 我就必须起来陪伴孩子 然后到了晚上了 先生快回来 赶快做晚餐 好不容易把晚餐做好 先生回来 期盼他能够跟我分担 一连加五十手 他一进门就说 怎么把屋子搞得那么乱 为什么孩子一直在哭 然后你忙了一整天都没事做吗 你怎么做出这样的菜来 当时我是非常的愤怒跟自怜 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那么辛苦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好不容易期盼先生回来 能够帮忙做演家护士 他居然还嫌家里吵 嫌孩子烦 嫌我做的菜不好 然后也不会帮忙 处理家里的事情 当时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自怜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有没有听众朋友 你跟我一样的状况 好建议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找你的朋友 好朋友叙述一下 有的时候可以帮忙一下 后来我自己怎么样找到出路呢 因为我的姐姐 她也跟我差一岁的年龄 她也是做情职的妈妈 所以我们两个有时候就相约 有的时候我就带孩子去她的家 有的时候她带孩子到我家来 我们就一起聊聊天 一起陪孩子在附近散步 看着孩子在附近公园玩 然后我们就可以互相支援一下 有的时候姐姐就说 你把小孩放到我的家里面来 你今天可以自己出去休息一下 所以我就会喘一口气 来走离开那个让我自怜的环境 然后想一些 哇我也可以出来散散步 逛一下街买一下我漂亮的漂亮的衣服 有的时候就换我的姐姐 把小孩丢给我 那我也帮忙照顾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资源 我们彼此有一个资源 妈妈资源团 姐妹资源团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容易从自怜中走出来 自怜是很可怕的一个毒素 让我们觉得我生活的不快乐 让我觉得我是没有用的人 我们千万要明白这一点 认知自己的自怜 然后拒绝自怜 从自怜中走出来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吧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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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孩子在生活中学习 Children learn what they live 我们在过去分享了他的三句 小诗里面的三句 今天我们分享第四句 也就是在怜悯中成长的孩子 学会自怜 今天我们谈到自怜 很多时候孩子会自怜 是从我们父母的态度上面学来的 那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不自怜的父母亲 有的时候孩子会自怜 是从我们的生命中影响他们的 当孩子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哇你好可怜哦 哇我可怜的宝贝怎么跌倒了 怎么受伤了 我女徒药好可怜哦 我们常常是为了要表达我们对她的爱 可是如果我们常常用这种 你好可怜哦 孩子就会觉得她真的是很可怜 她跌倒真的是件很可怜的事 还有的时候是从父母的一些的谈话中 比较当中让孩子耳濡目染学会的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为孩子做一些事情 做到后来有点不耐烦了 我们就会说 你太好命了啦 你看妈妈小的时候哪有像你这样 你现在这么好命 家里呢可以自己睡一张床 还有冷气可以吹 然后还有这么多好吃的食物 爸爸妈妈常常带你去麦当劳 爸爸妈妈常带你出去旅游 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哪有像这样啊 都要帮忙做好多的家事 然后每天都要帮忙拖地板扫地 然后累得半死 还要写自己的功课 爸爸妈妈也没有带我们出去玩 你们太享受了 你们真的是过得很好 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自己过去的生活 跟我们的孩子来做一些比较 以致无形中在孩子面前显露出 你是一个自怜的妈妈 你是一个自怜的爸爸 在这种状况下呢 孩子就会跟我们开始也比较了 他会开始 妈妈说他小的时候比较可怜 那我就来跟妈妈比一下好了 说不定他会说 妈妈我才可怜呢 你小的时候要做这么多的功课吗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要考这么多的诗啊 妈妈我觉得我比较可怜 妈妈我觉得比较可怜 你说你小的时候是住在乡下 可以去抓虫 可以在田野中跑 我都没有 我整天都生活在这个公寓房间里 一天到晚除了大楼 就是街道 然后就是上学 除了上学还是上学 妈妈你小的时候好羡慕你 你小的时候还可以在田野中去玩 可以去跟阿公阿嬷去种菜 还可以去抓蝴蝶 到河里面去抓蝌蚪 我们现在这边哪里有河可以抓蝌蚪 妈妈我觉得我才可怜 你会发现最后孩子们跟妈妈不是在比较 谁比较值得感恩 而是在比较谁比较可怜 谁得到的东西比较少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不要活在一个自怜当中 父母亲我们先要停止跟孩子们来比较 因为每个时代的环境不一样 每个时代的教育不一样 我们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比较 其实要比较的时候 孩子会想出比你更可怜的事情来比较 所以我们停止在比较中显出我们的自怜 我想我们在一种比较的语气中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孩子懂得感恩 你们现在太幸福了 你看爸爸妈妈都送你上学 以前我们哪有这样 我们都要自己挤公车 其实你要表达这个意思 你的本意不是比较 可是孩子听到的就是觉得你在比较中 那么如果你的本意只是透过这个言语 能够让你孩子学习感恩 那为什么不直接跟你的孩子来表达 说你要很感恩 你看每天爸爸妈妈都可以送你上学 下课的时候还可以接你 我希望你常常能够懂得跟爸爸妈妈说谢谢 为爸爸妈妈为你做的事感恩 我就非常开心了 你用这种正面积极直接的方式告诉他 你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他说一个感恩的话 而不需要用比较来说 我在小的时候多可怜啊 你们现在怎么样 那你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陷入比较跟直连中 有的时候孩子会借由一些借口 借由一些直连的借口 引起父母的注意跟同情心 就可以得到附加的好处 引起父母亲关心 抱抱他安慰他 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会遇到这种状况 比如说孩子会跟你说 我今天不想上学 我肚子痛 妈妈你摸摸看我好像发烧了 我是真的发烧 我头好痛哦 我肚子好痛哦 我今天不要去上学了 等等 在这种状况下 那父母亲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呢 讲到这里 我小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去学校考试 我那个时代是要考联考的 就是小学毕业就要考联考 所以有很多的补习 现在想想看 哇 我那时候五六年级的孩子 我就必须留在学校 留到晚上九点回家 留在学校里面写好多的功课 特别是数学题 老师不准我们计算题错 他说应用题呢 这个错呢 还情有可原 因为应用题是靠你的智慧来判断 但是计算题不需要智慧 计算题呢 你最起码的计算的那些的公式 要他会套用 所以每次我留校 都要考数学 老师就说 数学计算题错一题就要打一半 那我几乎常常是被挨打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好可怜 我为什么我要连考 为什么我要留在学校里面 为什么我每次数学都不好 别人都可以拿一百分 我数学每次都是挨打的分 所以我就会活在智慧当中 那我怎么样来让我逃避呢 我就是上学的时候 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我肚子痛 我头痛 我今天生病了 我不舒服 妈妈就摸摸我的头说 你没有发烧啊 不可以 你要去上学 可是我就非常的铁石的心肠 就告诉他说 我真的生病了 我头好痛哦 我爬不起来 我就赖在床上 其实我真正知道是 我希望我父母能够体会我 体恤我 我好辛苦 压力好大 我去学校面对这么多的考试 我面对联考的压力 我不过才是一个十岁的小孩 十一岁的小孩 所以我相信你的孩子 是不是有时候也会用这种方式 在发出一些信息 一种自怜的方式 发出讯息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不要中了他的记 他只不过是需要你了解他 抱抱他 安慰他 鼓励他一下 他还是需要去面对他每天的生活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父亲很有趣 我的父亲有时候就会真的怜悯我 我父亲就会帮我跟妈妈说话 就说 好了好了 他今天肚子痛 就是就让他休息一天好了 在学校压力蛮大的 我来帮他写假单 顿时我的肚子痛 头痛都没有了 但是我父亲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怜悯我 当然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 父亲对我的爱 可是如果我的父亲长此以往怜悯我的话 我永远不会勇敢的去面对问题 好在我的母亲跟我爸爸有一个制衡 我爸爸负责怜悯我 我的妈妈就说 不行今天不可以 今天一定要去 然后我的父亲就会抱抱我 安慰我 我就很不心甘情愿的带着一种恐惧 一种说不上来的那种的感觉 我就去上学了 所以我非常谢谢的父亲怜悯我 但是我更谢谢母亲在怜悯了我的过程中 妈妈总是做一个制衡的作用 叫我勇敢的去承担我该承担的责任 面对我该面对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让孩子用他的自怜方式来控制我们 我们也怜悯他 你的孩子就学不会在困难中勇敢的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那当他发出自怜的声音的时候 其实他主要就是希望我们更多的陪伴他 关心他 我们要读懂他自怜的话语的背后的意义 就好像我们自己发出自怜 对不对 我们说我好可怜 整天在家里帮忙 做了那么多家务 使先生回来还嫌我做的不好 其实我们的背后是什么 我们自怜的背后是什么 我们只希望先生体贴我们一下 抱抱我们一下 夸奖一下我们所做的所付出的辛劳 其实是就够了 孩子们也是一样的 他在那个发出他一些自怜的声音背后 其实主要的是希望我们同理心 希望我们了解他 抱抱他 陪伴他 多花一点时间聆听他 我们进一段音乐吧 马上回来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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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怜悯 去满足他的自怜 我们要适时的去帮助他 让他知道 他怎么样来解决他目前的问题 如果我们怜悯孩子 或者我们怜悯我自己 就等于在告诉我们的孩子 怜悯自己是对的 自怜只会让人失去活力 让别人看起来 你是无助和无能罢了 所以我们要从自怜中跳脱出来 面对挑战的时候 只要我们尽量做到 找出自己的内在力量 而且不另于求助 孩子就能学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 来克服障碍 而不是在自怜中 就把问题丢给父母亲 父母来帮他解决 甚至他就学会了退缩 成如我们前面说过的 如果不希望我们的孩子 是活在自怜中 那么我们爸爸妈妈 我们自己先要从自怜中 跳脱出来 你不要常常在孩子面前说 怎么又是我呢 或者说 这个 我们爸爸妈妈以前都没有像你这样 你们现在太好命了 我们停止比较 停止比较 与其拿自己小的时候跟孩子比 不如直接的传达我们的想法 叫他学习懂得感恩 当孩子想借由自怜 引起父母的同情心的时候 我们应该反问他说 那你觉得要怎么做呢 这件事情你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帮助他 厘清自己真正的需要 以及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用自怜来逃避自己该负的责任 当孩子说我好可怜的时候呢 我们不妨自我反省一下 爸爸妈妈 我最近是不是太忙了 或许应该放满脚步 评估现况 我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 陪陪我的孩子了 当我们孩子说 我做不到的时候 我最好的回应就是 追问孩子做不到的理由 忽略他的借口 并保持我们对他正向的期待 就像我的孩子 他说他不想学钢琴 如果当时我懂得这个道理停下来 就说你为什么不想学钢琴 因为觉得好累 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你不想学钢琴 当我知道找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出一些的方法 来解决他觉得练琴的时间 跟他做工的时间 是觉得挤压在一起很辛苦的 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对策 帮助他仍然是可以继续学钢琴的 可惜当时我不懂这个道理 以致我怜悯他 让他的自怜驾驭了他自己 我觉得现在回想 是有点可惜 我们休息一会儿 进一段音乐 就到我们今天爱的小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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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到亲子天下的网站去看这篇文章 就是放手并且尊重其他家庭成员的选择 那不用一直活在自己的方法中 一直觉得自己好辛苦好可怜 第二个呢 妈妈有需求的时候要明确的表达出来 要求助可以跟你的老公求助 跟你的朋友来求助 不要另于求助 让大家能够帮助你 就像我今天在节目提到说 我跟我姐姐我们互相帮助 第三个放弃比较的心理 在节目中我们也提过的 不要老是去比较 比较别人全职妈妈是怎么样 或者你的亲戚朋友怎么样 或者比较你小的时候都没有像孩子这个样子 我们要放弃比较的心理 第四个呢 与其自怜不如自爱 会让妈妈产生自怜的情绪 往往是因为妈妈生活中 有太多让自己觉得可怜的事情 比如说我好可怜 我跟外界都失去联络了 我因为做全职妈妈 我就失去了好多我自己的时间 我失去了很多我自我 甚至健康出了问题 但是这些如果我们转个方向 就能够从自怜的情绪中跳脱 所以一个爱自己的妈妈 会懂得保有自己的生活 不会让先生和孩子成为她唯一的世界 一个爱自己的妈妈 会懂得照顾自己的需求 不会让牺牲和奉献 变成她存在的价值 一个爱自己的妈妈 会懂得保养自己的身体 不会让压力和睡意 危害她宝贵的健康 所以亲爱的妈妈们 如果你正活在自怜中 与其自怜 不如自爱吧 自怜只是短暂的安慰剂 自爱才能让妈妈 用健康快乐的身心灵 真正长久的陪伴家人 让你的全家也活在自信中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上帝祝福你们 愿我们都跳脱出自怜 成为一个有自信心的人 活出上帝教我们 活出的美好生命 拜拜 神祝福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